全身十七十八不用看了 被压的 两果子 两果子一个法系 对面正备大课 对面怎么开封阵的 猜观众看鸟阵的 完了观众还全场一术 对面化身二术 只要推防御 推金刚 对面是一物理法系 看鸟阵不香吗 看鸟阵多香啊 开个风筝被大课了 真要翻车了 这见鬼了 对面加了个火法无边 这边天际城给个嘲讽 只能打哈 这边化身天际城 甩个放下土刀 这物理系还要放下土刀 法系情侶三天天 叠一号吧 对面破天杂 你妹的这 这法系都比他们的物理快 法系也比观众方这个物理快 这是太快了 这货 这货非常快 热霸锤 这鞋子是 鞋子肯定是无孔的 百物竞技是无孔的 胖得很强 宝宝毙了一顿锤 对面还飞了一只 观众方这把我还飞不掉 我卡完犊子了 这腰就真好像被锤了 这是 对面的话 破天应该扎宝宝了 结果天际城嘲讽 把他嘲讽中了 所以只能够打光 这边天际城 这边化身天际城 然后两化三一法系 法系应该是女拔木 09月击战士了 正一手大课 两回合 这边全场艺术 里面的提前水星 这边的武装套子套 准 卧槽没搞错啊 19套不中 19 19套09的果子套不中 这边继续给法系 沈墓唱个佛法无边 这边的话嘲讽 嘲讽没中 但是叠了个燕角 这边果子当头杂 宝宝金甲3000 这边放下都不丢的 里巴木招院的四只 这边捕野兽 这边应该甩放下的吧 这边野兽全补上了 神木落下下秒 五号宝宝八百 五号宝宝 没宝宝摸一下 五号宝宝摸 这宝宝散爆 这边的宝宝瞎干的 这是 对面的宝宝 真的瞎干的 连击还打 打观众们人身上的 这是干嘛的 这是 我怎么怀疑 对面是观众们 起了演员吗 这是 这什么情况 对那宝宝瞎打了 你打五号宝 亲个宝宝也行 了 这是 三会合 这五开不五开 也不能这么垂 这是 这边给虎头 不拉金刚 对面放下 也不丢一个 对面还得拉金刚了 武装套子套 总算中了一个 把女拔木套中了 这边宝宝的话 顶的是小四海 再顶个大金 给五号宝 这边和尚推 一尾杜家 抢树的优势 观众方嘲讽 没嘲讽 对面的女 没嘲讽 对面什么女 对面没有丢 放下 这边果子立旗子了 对面的话 因为有嘲讽 好吧 只能砍天一层 对面先上了蝶 这别个G2 伤害了不够 又要不要捶一枪 宝宝捶 你捶这个队长 说不定还好点 上面那个说 17加11了 队长起码 只是个15加10而已 是不是 捶那个队长 说不定 他容易捶死一些 上面那个 17加 17 18加11的 超简易的 感觉刷飞机 对面就没了 我真有飞机 完了 两个化合山飞机 我感觉一波飞机 一波飞机 加铝拔木 取秒对面死了 真感觉死了 你看吧 应该是 就这么地的 好吧 两个飞机 加铝拔木 秒也死 结束了 对面武装套的是化身 这个时候 你要套化身 死定的 都你要套化身 在和尚 金刚拉上 炸锅了 对面 一波就炸了 这都不用打很久了 都 一波带走了 还加了个提气 你知道关键什么状态吗 土镇镇大客 对面没丢放下 骑了野兽 两面骑子 加金刚 这应该只要绿了 2200 3400 1900 幽灵2700 这边粉蒙力 秒一手 来 虎头尾再飞一手 虎头尾再来一手飞机 虎头尾再来一手飞机 虎头尾天无魂了 对面 荆棘无苗 苗苗苗不死 宝宝垂死之怨你 我说死了 我觉得对面 应该是能赢的 这关键帮 这么多状态的一个 一个飞机 才飞2000好吧 其实也感觉不咋地 还是很硬的 129 还是很硬很硬的 正大克 你还没丢放下的伤害 就这样子 是不是 对了宝宝急火 垂关 那么这个五号位的这个 五号位 五号位的果子 打仓啊 点个大金屏上 对面不断 果子这边的话 上面那个有飞机队长的话 稍微也帮 我说实在对面 对面认真点打 好吧 好好打 我觉得应该是 五赢的局 管你17 18加11 我觉得对面应该是 五赢的局 但是对面现在放下 没有丢 有放下吗 对面对面 拿的全队没有放下 这不科学吧 这是啊 你打PK的话 连放下都没有的 你好歹带个放下吧 对面的武装套子 又水风 关这妈水一水 水的是果子 宝这个果子 飞机飞的 对面盖了个罗汉 你弄 风芒 毕露 炒捧 把这边炒捧命中了 飞机飞起 多少 3000 2400 这么多状态 才飞2400 这么多状态 如果是同等级的话 应该直接 直接5600 这么多状态 才飞2400 你妈妈瞄的话 对面有罗 对面的话 怼的观众方 没办法 对面火子 因为中嘲讽了 对面风也不解 宝宝一轮 怼的武装 对面武装的话 对面直接是 对面的武装的话 这是有个罗汉 好吧 扛住了 贴住扛住恶爆锤 是吧 对面防御也不推 放下也不丢 疑心的王叔叔 你妹的 你们的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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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放下在哪个地方 观众方要对面好好刷经验 129刷毛的经验的129 129就是我的抢丽莎而生的 大死王中了 但是那边弄不死吧 弄得死不 当他一半砸 对面死了七千 申请主战 七回合 解不了锁 打不了PK啊 别扯淡 打PK一定需要解锁 升级娱乐权的 不解锁这么打PK 开玩笑了 做事 有放下吗 有放下吗 是不是操作不过来 我帮你开可以了 我觉得应该是稳赢的局 因为这么多状态迭在一起才飞两千两千的飞 明显 明显这边只要对面把状态搞好对面是打不进去的 观众方打不进去了 这当头才三千七你怕那个鸡毛 是不是啊 没有放下 八十的放下都可以 八十的放下都行啦 你搞个八十几的放下都行了 随便搞哪个放下 哪怕你少个罗汉少个金钱都没关系 对对面还是被大客的 先买个八十几放下真的 我安排五个人给你上号给你锤 这109还真的是销成哪里去了这是 你看真以为能打得过129这是 我的哥老子给这买个放下锤 哎 藏宝哥打开 哪个学 青花池藏宝哥放下卖没我买个放下 我有能比青花池 那你给我少个号我给你买个放下得了 放下的没有这是啊 这果子这么多被动才打他 当头一棒是三千多对面怎么扛不住这是啊 绝对扛得住正大客 我怀疑对面是你们起的演员放下的没有的 你打皮革放下的没有还有这种的这是啊 两个物理骑的野兽拉的金刚 是不是这么多的被动开玩笑了这是啊 你打皮革不带放下这真是有点问题啊 三头一棒 这边还是挺凶的 一棒子扎死个乌鸦 这边的武装被活活扎翻了这是 这边要的不舍得吃 真的真的是要的不舍得吃的 你看 摇过来八百九百好交惨了这是 175我们不明白是吧 我们不明白 175他妈现在三公有点凶了 我觉得175 175这门牌改窝裂开了怎么这175 旅游村倒是没有消盘是被消费了 感觉以后是旅游村武装的天地了 旅游村加武装的天下 我们盘是改废了 方村也废了怎么办都是啊 这175他妈裂开了 果子也被消了 果子所有的门牌全消了 旅游村也被消了 旅游村被狠狠地消了一道 旅游村以前是 筋脉加抗性百分之十的 现在加抗性只百分之五了 全消了 怎么办 这边要都不舍得吃 放下没有 果子用了啥技能呢 不舍得是 当头一万一了 不舍放下差距害大 你知道吧 不舍放下 不舍放下伤害高了 这种小特技太关键了 太疱了 大都 对 冲刀 这两果子直觉废了 真的废大如果積的 飞三位数了 google eцу 灰放下 太难受了 还加了金刚野兽 他郑大克 骨头畏 哎呦 我 你妈 都是 这种状态 我的果子珍宝阁 我會拉著他扛不住 他們嘲諷我能忍不 哎呀好多人嘲諷我了 我所謂了 骨頭位正大個銅頭鐵壁有金剛 這種被動 這真的秒人的這種被動都是秒人 這被動太太多了不過109沒有被動啊 109金麥沒有被動就是 不過他撞的加的確實多 啥回合贏了贏了這109真贏了 半凡對面補點光輝丟點放下 這邊打不進去的 也不可能打得進去 就光輝加放下兩個特技夠了 羅漢金星什麼都不需要 基礎上還打不進去夠了 光輝放下合上群推不敵 我把這員破電車打200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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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2000血 我幫他找一個 新鎬租али Persons 對面沒有金剛 對面沒有金剛啊對面 製品又被大了 突然打不動 我不會包幹你們 但是我不會像這樣子打的這麼慘 對面打不動你們你們打得動對面這個問題 對面為什麼你們打得動對面就是因為對面沒有沒有丟放下 沒有起光輝放下光輝一起你們還打得動打不動了 我當隊幫炸五千山這是真的炸多嗨啊這是 炸的真嗨 他們對面還有什麼門派對面化身 武裝還個什麼門派兩化身嗎對面 對面還個化身是啥啊還個門派是啥啊 我都沒注意對面還個門派是啥 對面一個果子一個神木嘛還個啥 對面兩個化身 兩個化身兩個化身也無所謂兩個化身 沒關係 真就是放放下光輝的問題 我現在這邊就打不動了 一個此效逼長的 我給你降百分之十的防禦啊我給你降百分之十的傷害我再增加自己百分之十的防禦一個此效逼長這個差距太大了 對面隨便帶個帶一個化身其實也夠啊 不管是帶帶個風氣或帶個也不用帶風氣 帶個叔叔都可以帶個師父你帶個駝子飛就夠了 或帶個法系秒也行 對面扎不動這邊了 這邊扎這邊太嗨了一萬 扎的死的太嗨了 十五配合 帶個地府掛小爽是吧 帶地府其實沒必要掛小爽 沒必要掛小爽 就帶個 帶個法系秒都可以的 就往十里面瞄他們寶寶就夠了 因為129龍宮是秒七 帶個龍宮瞄寶寶就夠了 瞄的很疼的 龍宮加神木寶寶飛的很快 再怎麼瞄不動比109的龍宮瞄的很麻 是不是咱也不要邀請很高了 你瞄的比109的瞄的多就行了 你秒七個的你怕殺了 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晚上第一視角現場指揮打劍會 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晚上有劍會 今天晚上第一視角現場指揮 咱們這邊打劍會 咱們自己的化身還上不了 然後借了個化身 還是上次星期一的化身 好吧 那個化身還行 有野獸 我們這邊要個有野獸的化身 咱們第一次要打 上次的化身來 給我們打最後一次 他們那個化身的話 是群水山的化身 群水山的化身的話 他們團隊的話是差一個風隙 他們差個風隙 那個化身的話6速度的 全身的話1516加10段的 很犀利一個化身 就如果有風隙 想跟群水山一起玩的話 可以聯繫我也行 好吧 插個風隙 來15加9的吧 好吧 至少15加9的法系 15加9的風隙 有的話可以聯繫我 我給你介紹過去 群水山的話 他們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老牌 老牌隊伍了 也打了好幾年了 隊伍裡面有雷刀 上次群雄逐鹿 他們好像是群雄16強 非常強勢 所以說的話這個 他們化身也是不差的 好吧 有兄弟如果有風隙找團隊 可以聯繫我給你介紹過去 他們差個風隙 群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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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明天還是帶來個化身丸 裝備不是裝備的問題的 特技對面的沒特技對面 對面甩了特技沒 一個特技沒甩 甩了個進行街 一個羅漢沒了 對面特技的沒甩的 真的是沒甩特技 像我說129是任務號 是吧 第二層 有个放下 有个光辉烧补补就好多了 看着死 没放下 没光辉 看着死 没辙的 昨天抢人家地杀的是吧 抢地杀的确实该死 曾经有人抢我地杀 我当时也是气愤的不行 把我地杀给抢了 我说买了地杀被人抢了 画风土变 我变个锤子 我就是论是从这PK来说对面带光辉带放下肯定 只要对面带光辉带放下必赢了 搞不搞 我问他还打不打 我问他打不打他不回话 好吧 我说你能秒个放下找个光辉吗 他说好 我说下次我帮你开个号 他没回 干不干 我跟他出一百块要钱 我出一百块要钱 抢地杀先不说了 抢地杀的事不说了 抢地杀的事不说 抢地杀的事不说 我出一百块要钱 一百块要钱 要钱 开个号 你找个放下 找个光辉 好吧 就这个阵容 就这个阵容 再来 再来一场 八十的放下都行 八十的放下都可以 好吧 我秒个八十的放下有机一百块 这是 八十的放下能值多少钱 打满宝石的也就一百块 是不是啊 咱们就论这个PK来说 我觉得对面是能赢的 把特技配合就行了 找平头来处理一下 来个去了 青花屎 行 我打个电话 把平头摇过来 本哥我要来 我出一百块给对面买药 对面只要找他放下光辉 我觉得对面是PK能赢 我就是论是这个PK 我不管抢不抢地杀 我就是论是这个PK 真就是论是这个PK 我觉得对面就是能赢 这凭什么一百五的技能赢不到一百一十九的技能都是 我是不相信的 我不管他们修炼 管他们随时修炼的 我只要两个特技就够了 放下跟光辉两个特技就够了 对面回话 对面 我这么给你站 站 对吧 给你站台了 理着呀 你是把我卖了这是 我这么给你站台 你不成文一下这是 你支这个鞋子给我 释放下鞋子不 对面不回话 搞个放下搞个光辉了不搞这是 要命了这是 就一个放下一个光辉 对面补了 铁定输不了 对观众方都没输出打对面的 知道吧 观众方没有输出能打死对面的 对面把防御一推 全量两个和尚推 两个和尚推 怎么可能打得死对面 打不死人了 光辉海 这孩子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确实可以 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的 就是看对面 找不找这两个特技 找特技 我的 如果要开后 我就开一个 孔都不用开了 开毛线孔的 这是 好 说